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中 彭博士将给大家介绍一套 调养身心的五体投地功 这个方法叫五体投地功 也叫做拜佛法 一方面通过脊柱的弯曲和伸直 可以使整个肠胃进行一个很好的按摩和推动作用 这是第一的作用 第二个作用 拜佛的时候人的心态往往都是非常好的 那个时候的人心都是非常恭敬 非常谦和 那么在这种心态状态下 所有的烦恼还有郁闷 还有这些生活压力都抛到一边去 那么这种心态恰恰就可以化解 我们每天所面对的这些生活的压力 工作的上面的烦恼 一方面是调身 另外一方面是调心 身心同调 对皮肤的保养效果就非常好 下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双手合十 随着低头把脊柱从上向下慢慢往下弯曲 自我感觉整个脊柱从上往下 一节一节慢慢向下卷 就好像卷地毯一样 卷至尽头之后 两手辅地 膝部下端 跪于地上 把头部触地 复原动作 两个膝带慢慢伸直 这时候上身保持不动 慢慢两手合掌 由腰部 渐渐向上 逐步伸直整个脊柱 恢复拜佛的初始动作 下面我再为大家演示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